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威玲 今年是杨德昌导演 世事十周年 他一生共指导八部电影 虽然作品不多 但每一部都以犀利 且奋世嫉俗的角度 对台湾社会提出批判 被影评人盛赞是电影大师 杨德昌的首部剧情长片 《海滩的一天》 曾获版金马奖最佳剧情片 最佳导演等三大奖项 是台湾影坛首部史诗作品 现在为了纪念杨导 全新是为修复上映 片中两个女人以对话方式 交代80年代的社会样貌 这些年来就像一场梦 国片《海滩的一天》 是杨德昌导演1983年的作品 曾入选金马银展百大华语电影 纪念今年杨德昌逝世十周年 电影经由数位修复重新上映 本片由一代玉女胡音梦 及张爱佳单纲主演 藉由两对夫妻的故事 描绘台湾80年代中产阶级的生活 片中还集结了侯孝贤 李烈 柯一震 小野等 现在已晋升导演 监制等影坛重量级人物 也让观众看到他们年轻时青涩的一面 日本电影《名叫海泽的男人》 改编传奇石油大亨 《出光左三》的真实故事 1945年二战结束后 日本人以煤炭为主要燃料 主角国钢铁灶看准石油将是未来的主要能源 欲展开生意 但日本业者与欧美石油巨头却强行阻挠 他以坚毅的态度突破逆境 最后建立伟大的石油事业版图 好莱坞史诗动画 《星球崛起》系列横扫全球票房 现在推出第三部曲 延续上一集的故事 人类和星星之间的族群对立一发严重 原来面对人类武装军团的灭种逼迫 不得不展开全面反击 两派族群发动所有军力迎战 终极对战 究竟谁是主宰世界的赢家 好莱坞动作片《倒数飞车》 集结了极客救援 玩命关头以及玩命快递的幕后团队 再创标速动作片的全新规格 故事描述一对偷车兄弟惹上法国黑帮老大 为了保命必须在168小时内 偷取黑帮老大死对头超过百亿的法拉利复古超跑 展开史上最疯狂的偷车计划 本片飙车爆破场景精彩不断 绝对让影迷血脉喷张 装社综合报道 纪录片《看见台湾》导演齐柏林及助理陈冠奇 6月10号为拍摄《看见台湾2》看警时 不幸坠机罹难 今年家属在台北第二殡仪馆 为两人举办告别式 前总统马英九和夫人周美青 神情哀妻步入灵堂之际 并向家属致意 周美青与齐柏林遗孀相拥而泣 场面令人比酸 齐柏林儿子齐丁环 感谢所有来致意的亲友 他说事发到现在 人觉得这是一场梦 但他会努力朝着父亲遗留下来的典范 宣扬理念 我爸爸的博爱 不仅限于他的家人 更广西整个台湾 宽厚 我爸爸对谁都是宽厚的 甚至是重伤他的人 攻击他的人 他一样用包容的心 用宽厚慈爱的态度去面对 我认为我跟我爸爸做的事情 都是在帮助台湾 他比较从比较高的地方 比较宏观的角度 来关照这片土地 我从基层做起 帮助每一位孩子 这过程中 我自然会继承我爸爸的理念精神 曾担任看见台湾旁白的导演吴念珍 及摄影大师李平斌也到场致计 吴念珍感慨地表示 原本以为可以获达面对生死 但祈祷的离开仍旧让他无法释怀 他很认真地做了一部电影 让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去看到台湾的哀愁 我觉得我们活着的人 如果有可能就继续爱护这个岛屿吧 因为除了这个地方 我们也没地方可去 齐柏林先生为国家为台湾做好多事情 我想大家都会记住他了 我觉得他会活得比我们还久 齐柏林告别式结束后 遗体将火化 骨灰将安置在金宝山园区 并设置纪念碑 另外16号下午 阿波电影公司也将举办永远的齐柏林 纪念音乐会 届时导演吴念珍 主持人陈文茜 以及摄影师李平斌将担任影言人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检余期黄家华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社记者 中央社记者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位于旧金山内湾距离市区只有1.6公里的恶魔岛 四面临海鲨鱼环绕 它曾是全美最严密的监狱之一 专门囚禁恶名昭彰的杀人犯及劫匪 现在恶魔岛鱿雨花香游客如枝成为美国第一热门的旅游景点 22公里的恶魔岛曾是西海岸军事重地 1859年成为军事监狱 关押内战时的囚犯 之后再成为联邦监狱 1500名罪犯在此蹲过大牢 而当中角落几间黑洞牢房 让当时的囚犯闻之丧胆 在电影《绝地任务》中 神康纳莱是唯一成功逃出 顾若金汤恶魔岛的囚犯 但事实上官方指出 30年来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逃出恶魔岛 他们有很高兴的观众 但这些都是最终的记忆的 什么他们失败 他们可以看到这些囚犯每天 他们可以听到这些囚犯 在联监狱里面上的囚犯 在联监狱里面上的监狱里面上 在1937年 所以这些囚犯看到的建筑 和祝福的建筑 他们没有允许任联监狱里面上的任务 恶魔岛1963年关闭 它充满神秘的传奇历史 成为小说及电影的最佳题材 恶魔岛监狱 现在也不再是冰冷的牢房 而是民众休憩的好去处 中央设计的张克宜 旧金山报导 歌手潘玉文在吉隆坡和歌迷相见欢 演唱多首新歌 让歌迷一次听到报 潘玉文发行新一批纪念出道九年 有多位好友跨刀力挺 像是蔡明佑创作的空想夜车 十足挑战他的假音唱功 他已经不可能回家 已经不可能回家 他在很短时间就把这首歌 一首歌写完 然后我们 我跟老板一听我们就非常喜欢 觉得这首歌 如果是潘玉文的第一波主打歌 应该可以大家一个耳朵一心的惊喜 潘玉文的感情也是粉丝关注焦点 他说现阶段爱情空窗 但不排除疯狂追爱 短短一个半小时的见面会 潘玉文几乎有求必应 也和粉丝深情对唱 百分百的亲和力 让歌迷都说赞 中央设计者郭朝和吉隆坡报道 台湾首摇影风味独特 近来进军日本市场 这间灯光美气氛家的首摇影店面 以餐车方式进驻日本新宿站 美食购物一级战区 格外引人注目 散电形态是不是可以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先以一个形象的方式 可以把我们的美学方式传达出去 所以我们决定就是说 那第一下我们不如试看看 餐车的方式去推广看看 因为毕竟在餐车的方式 很少人会在手摇饮料上面 去做这个尝试 为了符合日本人的口味 业者在饮料甜度上做了调整 因此吸引不少日本女性消费者上门 他们指出喝了以后 会想到台湾来看看 我最初喝了 台湾来看看 我最初喝了 我最初喝了 看起来看 我看起来很漂亮 颜色也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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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可以在日本 但我看起来 除了咖啡丘以外 也有咖啡丽 也有咖啡丽 美国与欧盟脱欧第二轮谈判 将在17号展开 双方已在首轮谈判中 就未来进程达成共识 并且在每个月举行一轮谈判 将聚焦居住在英国的320万名欧盟公民 以及居住在欧盟的英国公民权利 另外分手费也是重点之一 双方将就四轮谈判结果 再决定是否迈入第二阶段谈判 商讨双方未来的贸易关系 更多后期发展 也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宜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